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日是美国总统川普就值周年,然而联邦政府却关门大吉,川普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会面,希望民主党能协助通过临时应急法案的同意票,但民主党要求法案必须纳入移民保障机制,意见分歧让联邦政府人关闭,对此川普把错推给民主党,而白宫则谴责民主党提出鲁莽要求, 声言不会谈论非法移民的定位,痛斥民主党的鲁莽要求绑架了公民,综合媒体报道,临时应急法案将指引联邦政府资金到2月16日,但法案卡在参议院需要民主党的票才能通过改法案,但舒默在与川普会谈结束后表示,与川普的90分钟会谈后,两方对于该法案仍存在其见, 民主党要求法案内需纳入对移民的保障机制,保障70万名自由及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免被驱逐出境,而共和党则拒绝此提议,意见不合下美国联邦政府应没钱可用而关门大吉。 川普在政府关门前进二小时前于推特发文表示,我们伟大的军事或非常危险的南部边界安全看来似乎不妙,民主党希望政府关门来贫损捡税的伟大成就,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繁荣经济干的好事。 而在联邦政府关门后,白宫发言人沙拉桑德斯表示不会讨论非法移民的地位,痛斥民主党的鲁莽要求是把合法公民当成人事。 这是组饶意识的失败者的行为,而非立法者。 据NHK报道,川普今日也在白宫发表演说,表示股价上升与失业率降低都是他一年以来的时机,强调,我的政府绝对会彻底守护独立宣言中铭记的人权理念。 现场共和党支持者与反堕胎团体同声欢呼,不过对于就职周年这篇, 美国政府刚好闹关门大吉,川普则彻底回避此问题。 Not looking good for our great military of safety. Dems want a shutdown in order to help diminish the great success of the tax cuts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for our booming economy. Donald J. Trump A trial Donald Trump 2018年1月20日